为期三天的宇昌明政府同性一周年活动今天落幕 不过没有完全结束 首相狼狗司令安华宣布会在所有州属举办这项活动 第一站会是明年1月在雪州举办 阿拉华今天在虎籍加利尔体育馆为活动主持闭幕以事实表示 这项活动非常成功 每天都有上万人前来参与 了解政府落实的昌明经济 能源和数码转型等多项计划和政策 因此政府决定把活动扩大到全国各州 让各地决民透过这个平台 更深入了解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施政和表现